把面剂子在油里泡一泡,不拉也不扯 这个做法很多人没有见过,也没有吃过 自从学会这个做法,我加三天一袋面粉 Hi,大家好,我是小苏,一圈森联球关注 首先准备500克的麦芯粉,加入一小勺的食盐,增加筋性 再加入300克的温水,搅拌成面絮 可以根据面粉的干湿程度控制一下用水量 揉到面光,盆光,手光,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圈一个好物,保鲜膜套 盖上保鲜膜,松弛上10分钟 然后放在案板上搓成长条 切成大小相同的小剂子 取出其中的一个小面剂 我们给它揉搓成圆形 直接整齐地摆放在盆中 再往里面倒入少许的食用油 刚刚没过面剂子即可 浸泡上10到20分钟 用这个时间我们准备一些配菜 三四根小葱切成长段 装入盘中备运 再准备上三颗西红柿 切成小一些的滚刀块 在选择西红柿的时候 尽量选择自然成熟的西红柿 这样西红柿味会比较浓郁 切好之后装盘备运 然后准备上一头大蒜 按扁之后做成蒜末 装入一个大一点的盆中 再来一勺辣椒粉 把这两种食材搅拌均匀 再铺上滚烫的热油 激发出辣椒和大蒜的香味 再往我家祖传的小碗中 打入两颗新鲜的母鸡蛋 把蛋液搅拌均匀 把锅烧热 加入少许食用油 放入切好的葱段 以及西红柿块 开大火翻炒 炒至西红柿出沙出汁 就可以加入少许食盐 鸡粉五香粉调味 继续翻炒上五六七八下 就可以倒入一碗清水 加入少许生抽入个底味 半勺陈醋增香 把汤汁烧开之后 淋入我们提前打好的蛋液 现在就可以关火 用勺子轻轻地推动上几下 就可以形成漂亮的蛋花 直接倒入到大蒜辣椒油中 然后给它搅拌均匀了 一个简简单单的蘸水 我们就调好了 现在面剂子已经泡好了 取出一个小面剂 用我的右手轻轻地按压 圈个好物 王马子菜刀 然后把刀放平 左右两边轻轻一刮 面剂子在油里泡一泡 它的延展性会更加的好 不拉也不扯 也可以轻松地做出扯面 锅中水开 下入刮好的面片 煮至面条飘起来 就可以放入一把自己喜欢吃的青菜 烫上十来秒之后即可关火 使用漏勺给它捞出 放入凉水中 使它快速地降温 这样面条吃起来会更加的有精性 再咬上我们提前做好的蘸水 真的是太香了 俗话说吃面不吃蒜 香味少一半 夏天学会做这款蘸水 酸辣又开胃 面条煎到爽滑有嚼劲 就是不吃肉也要吃这碗面 喜欢的朋友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们下期见